出1次电 中途400公里的电池 你们见过吗 今天就对你们来见识一下 这几电池是如何组装的 这次我们准备好的20件电析 这电析呢是明不自带 3亿元130亿安时的电池 容量呢我们都是控制在200毫安时以内 你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并且呢我们找厂家 帮我们打好了这个螺丝孔 螺丝孔呢你们一定不要自己打 要交为厂家去打 其他材料呢我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组 20串72伏 130亿安时的电池组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先把这个支架组装好 然后我们开始布局 这个电池呢 这里是负极 这里是正极 如果我们以这里作为总负极的话 那么我们的电池就应该这样吧 这里作为总负极 那么我们的下一颗电池呢 我们这里是正极 正负极 这样负正 下一个就是负 然后这个电池呢就是这样 负正负正负 然后电流的走向呢就是负极这样走 正好走到这个位置是正极 这里应该放一个负极 然后电流就这样走过来 负极 正极 负极 正极 走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下一个这里再放负极 现在这个电池呢我们已经排列好了 这里是总负极 然后电流就这样走过来之后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总负极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电池之间都是缝隙的 这样的话能保证电池在一个良好的散热 接下来我们就把支架装上去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把它变成了四个小的模组 用纤维胶带给它固定一下 这组成是负极的组还是它重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它合在一起了 我们用纤维胶带 纤维胶带给电池搬成一个固定 现在我们用5毫米厚的环温板 在它的外部给它做一下植圆 现在我们已经用环温板给它植圆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装入电池箱了 好重 接下来我们准备好电池箱 怎么样 够大吧 现在连把这个5毫米厚的环温板 垫在电池箱的底部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电池 装入这个电池箱了 电池装入电池箱 真的太重了 好 现在我们的电池已经装箱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准备我们的链接垫 以及我们的保管台下了 我们先先规划好我们这个排线的一个长度 我们为了更好的一个导电性 然后我们把这个铜片呢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 现在呢 我们再给我们的美金排线 给它看上我们的排线班子 排线班子呢 我们已经全部给它看就完了 好了 可是我们准备好的保管 我们在这里给它固定一下 拿螺丝给它拧紧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固定格板 把它给装入到我们的电池箱 好 现在我们这个格板 我们已经给它固定好了 规划排线的位置 先证了我们的每一根排线班子的位置 我们都已经布置好了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说我们在去布置排线的时候 包括连接排线的时候 一定不要插着宝板 否则可能会导致宝板烧坏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连接我们的铜牌了 在我们连接铜牌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给每一个焊接点 加入导电器 我们先把铜牌给它放置好 铜牌呢 我们已经放置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电罗螺丝刀 给它全部打击 我们把扭矩给它调到尺 接下来我们开始连诺斯 好了 那个排线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检测一下 我们排线的连接顺序正确不正确 我们把排线连上我们的排线检测仪 检测一下排线的连接是否正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屏的设计 还有我们第二屏的设计 每刷电压都是一样的 说明我们的排线的顺序是正确的 经过我们刚才布置的努力 排线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宝板的复线 连接到我们电池的总复级 以及我们要连接我们的正确输出线 还有我们的复级复线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两天复级线 还有一个正确线 我们把它给电池连接好 连接老库 吹着色管 我们把我们蓝色的这个复线 连接到我们电池的总复级 这里是我们的正确线端子 这是我们的复级线端子 输出端子正确复级 我们把它装进去 把宝板的屁复线连接到复级端子 把电池的正确输线连接到正确端子 现在我们这个排线看起来还是比较乱的 现在我们给它归整一下 经过我们长达几个小时的努力 我们这个电池已经处于结尾状态了 然后呢 排线我们也都已经归整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排线插上我们的宝板 来做我们的宝板检测 然后风向就打工暴撞 我们把那个排线插上我们的宝板 好 插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万用表做一下检测 看一下过板电压 和不经过板电压是不是一致的 我们把万用表调到直流电压档 然后把红色的表笔放在我们的正极输出线 然后呢 用黑色的表笔去量一下我们电视组本身的电压 就是到总副极的电压 70.05V 然后我们红色的表笔不动 我们再用黑色的表笔去量一下输出电压 电压也是70.05V 说明我们的宝板是OK的 我们接下来呢 给每一个螺丝打一下防尾胶 为了防止后期经过电波之后呢 螺丝松动 防尾胶我们已经打好了 敷射之前一定要做老化测试 这里的老化过程我们就不详细展示了 接下来呢 现在我们要封面了 这是一个5毫米厚的环环 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铁盖盖上去 现在我们用这个螺丝 把这个盖子给封一下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这组电池我们已经做好了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这里的防水 我们一定要做好哦 在我的创业阶段能够得到大家的并可 我感到非常欣慰和开心 然后呢 希望大家点赞加关注我们一起努力